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这个正向的天空时间 今天是2020年7月25日星期六的下周时间 这里又许楼山,今次又变了曲奇饼 虽然有些网友说你曲奇饼很恐怖 我今次用曲奇饼是有原因的 待会大家听到这个节目就知道了 还有纽西兰青瓜仔,耳德台仰 大家好 还有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记住赞我们的影片,留下留言 还有订阅网友去哪一部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继续,大家回来了 留下留言,互相再有空再看也行 给一些赞,不同的网友的留言 都是一个好事,很正向的做法 多谢大家 多赞,各位网友自己留下 看到也很开心 今节就看到了 全部就分裂到像这个曲奇那样 我这节曲奇咬一口就碎开了 那什么事呢? 一个反完就倒一个 是吧? 完全就不把这个主席放在眼内 就是胡逃之位 胡逃之位呢? 胡逃之位呢? 老的也反,老的也反 是吧? 真的 是的,有名胡逃謹慎 反而不是胡逃 都挺謹慎的 所以,和邝俊宇一起去报名 齐齐报名 哦,我是会签确认输的 咦? 咦? 那又有什么解释啊? 两位? 跟着,当然了 很快解释完之后 就两个在那里射咪了 那为什么邝俊宇 一定要签确认输呢? 或者这么惊认输不到呢? 大家都应该有听 有没有听过我们之前那一节 就说呢 邝俊宇就被揭包 被踢爆 就是向香港的前途 投下 信心一票 信心一票 而且信心很长那只 我想基本盘可能都有 15至20年的 我猜他 我猜一下 或者甚至乎25 那为什么呢? 就是他被揭发 在这个大角咀 买了一层超过一千万的 魏豪宅 那些不算豪宅的 那个区来说 只不过包装上漂亮一点点 还有银马就过了一千万 他自己说的 借买二岸借爆 最后借到尽来买的 之前也说过 如果香港真的被你们揽炒成功的话 哇!你曾留一定变负资产的 你不怕吗? 怕就不怕 怕就没理由自己揽炒自己 明知未来会变负资产也买? 哪有这么傻子的? 是啊 没人这么傻子的 所以他说明自己借爆 为什么对香港的信心有这么长呢? 就是看他的按揭期 按揭期 起码觉得那段时间他还能找到吃 借爆了 所以才借爆了 起码有20年可以找到吃 他预备了 所以一定要选 就是学他身边的陶锦生 认他做师傅 刚才之前 好像以德台也说过 陶锦生的资历也很深厚 在这个立法会议 这个社长说的 社长说的 他因为全香港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这个记录 应该是他的 立法会议员的记录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不过我只是憑记忆说的 他很年轻就做立法局议员 就是那时候叫做立法局 那时候他应该20多岁 可能无三不成几 哇 真是厉害 找找买卖真的不少了 还有些物业的 那时候还说 什么揭发到 自己租回自己的物业 那时候就是他们买物业 然后再拿津贴去供物业 是啊 1995年 1995年 就换到现在了 什么一元卖出了 什么公司又怎么样 那时候就很多这些 那个 那些脚最喜欢的 整堆东西 拖了出来 我走了 是不是 很多这些 骯髒的 他们这一段 又怎么样 邝俊宇和陶紧生 又走了去报名 报完名之后 第一个跳出来报名 大家都知道 我们今天做了一节 就是许志峰 他率先竟然 就去签这个确认书 真是猜不到 以他这么狂的性格 应该是一手撕难的确认书 然后还叫 很理智 很理智 突然好像施药力 发挥了出来 就没事 最近有准时吃药 可能 但是很惨 最惨是胡志偉 被人坐一巴 坐一巴打完又有一巴 这个还要在 那么久 历史的兄弟 都要兜巴车 他两个都要报名 这个叫超级区议会 两个都说会签确认书 那些人就 在拍照的时候就说 咦 不是啊 你们的主席说 胡志偉说 他不签的 然后 陶芹申就说 我尊重其他 不签的候选人的决定 你连胡志偉的名字 都不敢说出来 是不是 就是反骨仔 就是不敢说 胡志偉签 这件事你就大大方方说 胡志偉不肯签的 或者他有自己个人意见 你尊重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一炮过 你都不好意思提胡志偉的名字 我猜胡志偉 可能在党里已经说了 某程度上 这班人可能都暗示自己 会一起不签 一起不签 到最后 每个都走去签 胡志偉真的什么面子都没有了 跟着 邝俊宇有些怎么去扭 不是说他那层扭的扭 就是扭脚的扭 他说签确认书 这个不是一个很争议的题目 这句说话 不知不能跟胡志偉说 不要那么容易被强权的焦点 和视线模糊 签不签 红线 龙门一直在强权 你不跟胡志偉说 你不跟黄之锋说 对 他不跟黄之锋说 不跟朱可迪说 是吧 怕会来赔你 那边还没有说 怕是什么 怕朱可迪奥有机缓去扭你 是不是 嗯 然后陶仁新 开始做了 打扭 对 喂 你不是你党主席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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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说 然后有个记者很拯定 马上问一句 对 健制派说要押后选举 那你怎么看 然后陶紧生又是,我不知道吃了药味还是什么,还是真的糊涂了 他说他们说要押后选举只不过是他们怕输 他说这些政治举动其实是怕输,怕了民意,怕了香港人的抗争意志 大哥啊,香港人抗争意志,你现在还能够找到200万人,300万人出来帮我看看 当然不行啦,没有一些突发事件找不到人的 他们的角度来看不是的,没有突发事件不要紧要,最重要是什么? 之前文晨试过搞过的,他说一定要保持着火,让政府知道他们对于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的决心是怎样,所以又要再搞游行 之前他们试过的,黑暴最鼎盛的时候,对香港社会破坏最大的程度的时候 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你闹瘦,是日程表了 就无端端读一天出来,死心不息,民间之火再现,例如这样的名字 然后有多少人带又行,我们又在哪里再搞过那些,然后又变成再打一次出来 那时候不知道试过一次是在类似湾仔还是金钟的流水式那次也是这样的 但是已经开始越来越少人,抗争意志回家,抗争意志怕得民意 民意就是不想再见到这些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初选就不是60万人 过百万人,是不是? 如果你们这么有抗争意志,你们之前有什么大300 什么200万300,什么联合大阵线? 不记得全名是什么,类似大300,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联合什么阵线,好像很厉害的,又叫中学生,又这样那样的 那个剪过冬菇头,那个... 7000了 那个是7000了,那个照片都没有了,不单是7000了 那个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是不是又流亡? 消失了一般,小事都要流亡 假扮害怕,那些什么假扮害怕,不知道是躲起了,人身安全 胡说的,其实就没有人身安全问题的,如果有人身安全问题 如果有的话,他们去了海外啦,他们那帮人,好像郑文杰那样 郑文杰他人身安全,为什么会有人身安全问题呢? 因为他女朋友不放过他嘛 哈哈哈哈,是啊 是不是?我这样讲,当然有些人说,你这脑子,你这脑子乱屈 郑文杰,郑文杰我可能是偶像来的,嫖出过未来,嫖出彩虹 有些人可能想着迟些,BNO那里就去投靠郑文杰的嘛 咦?可不可以开按摩学院的? 有啊 可以的,那些月位那些呢 那些可以读的,要读多事的 是,就是脚底按摩那些月位啊,背脚那些神经啊,什么推拿,不是发神经啊 那些推拿月位啊,那些打通什么任督移密啊,气功啊 就是Simon姐妹开一间这样的学院 接着再开了一些店铺,让别人去那里打工啊 一站式BNO移民,读书的有读书,移民的有移民,蓝也行,类也行 弄那些脚那些呢,大家有没有见过啊? 不知有个肛放那些脚下去,然后给包中药,中肉啊? 那些叫中肉,是啦 哦,这样有,不知丢包中药下去,这么有趣的,丢包中药下去,然后就浸 肉一下脚嘛,有益的,对个身体好的 是,有时,Simon他们不喜欢去这些的,就是他要在房那些的嘛 他要,就是怎么说呢,那些没问题的,就是他进去的会所那些是正路的 他之后约那个技师去做其他东西才有问题的 嗯,就是再切磋切磋那些是吗? 是呀,切磋功夫咯,你的功夫切不错咯,可以切磋一下咯 然后切磋过几次之后,因为其实是要,我们之前也说过 是要登记的,你要登记你的身份 就是回乡证是要登记的,所以不要以为走得掉 就是这一样东西,有些人认为,有些人认为很容易走得掉的 女朋友那里,我随便说我受政治打压就行了 哈哈哈哈 你看有多少人出来支持我,我们都是郭文健 难道他们每个人都去切磋功吗?就是这样跟女朋友说的嘛 那些是他逼我的,不过他女朋友应该醒了的了,他去了英国之后应该醒了的了 应该醒了的了,再继续讲一下,陶锦生或者邝俊宇都说的 希望大家推高投票率,陶锦生是我们当中排第四而已 哎呀,哎呀,最尾的那只,突个手指尾的,喂,你最尾的,这些老人就来 就是想托其他人上去呢? 邝俊宇? 不是的,陶锦生 陶锦生啊?我看他没那么好心啊,他人 就是这个时势有多少个,那个叫什么呢? 大舊啊,大舊叫什么名字撇 陶锦也可以 Hasan?像陈锦衣这样 在加拿大就去踢球 都这样,涂甄生不像的 涂甄生继续看他的样子,那个格 不知道为什么是灰头肚脸的样子 但应该找到不少 他也不用做律师,跟铁头人是一样东西 大家的路线不同 找够了 有些人好像找来找去都找不够 好像进入了饿鬼,饿鬼道一样 不是对于饿食,对于钱 吴海怡、陈力军等 捧着囚款商多开心 由心笑出来 其实独心神探这些东西 如果他重播,我也要再看一次 他的心笑出来是怎样的 连眼角的位置都笑了 整个面都笑 是啊,你根本看到他就是由心笑出来 等于有些,算了 又说,就是等于那些QR曲越摆越多 心就笑出来 哈哈哈哈 我不想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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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走啊 我也想走啊 我一直被珍比斯否决 咦,那些人走起来斜了 这个代表是什么呢? 石掌 代表他们没有看九五之专 好像我们之前说的 之前那一节 九五之专 江华他走路的姿势 就是非常霸刺前的感觉 哈哈哈哈 但我不是在笑,因为其实出事很划 不过呢 因为他是古代 也 GOT王帝 因为他走路当然是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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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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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45度角那些要去叶太那里才可以说话 叶太那里多了个曾经说45度角那人 射穿囊 射穿囊 那叶太找他来帮忙 那方面做什么?是不是教叶太45度角对着镜头? 叶太45度角看到什么?叶太看到他的身形 好像都挺fit的,45度角 还可以弄脚上来对他给人看 之前试过一次 不知道让脚给大家看 不知道是什么事,我忘记了 忘记了,其实都是笑他 这个不是批评任何 不不不不不 找形象那方面的 打算找个社稿努那些45度角的 ok的,就是 你说,就是当是噱头那些ok 就是不要像在逃身那些 哇,骚骚那些 唉,我真的看见他 戴会着那个什么? 鄺俊宇,穿着底衣去报名那些 那些这样,喂,你自己扮什么? 你自己扮什么? 就是扮亲民? 你自己想自己高高在上 come on 跟着说一下邝俊宇又怎么说自己 过去一年他说他游走不同党派 做一个缓冲角色 有鬼吗?不同党派 他游走在这个暴徒之间 跟暴徒有谈有讲有笑 是啊,黑暴里面有很多 不会局限于一个光谱 哇,这句话很假 相信每一位都是朋友 敌人 为什么是敌人呢? 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有自己 各自各的筹款能力 说到钱,大家都希望立罪大分 每一位都是手足 听过都作呕 未来会不会和其他超区出线的参训人合作 之前我才说是手足 要再夹 为什么想的?夹就夹,不夹就不夹 什么叫做夹? 你说他们是手足的 你说手足是朋友 为什么要再夹? 他说,赴汤道火,一起两协插刀 完全不行 不知所谓 我们没有分别的本钱 你这样说 已经不想和人夹 又说什么会会都是朋友 你怎么会和人一起夹 这个超区参选 什么合作 逃身你都不理他 一脚伸开他 这些真是不知所谓 这帮人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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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手足 一问就在这里萎缩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缩了 立刻缩了 又说担不担心Plan B 还是怎么样 陶紧生他说 如果去Plan B的话 会安排给深水埗的袁凯文 OK 袁凯文都算是这样 算是知心的 很多次初线都 其实应该抬他上去 应该陶紧生应该抬脚抬上去 就是我自己觉得 是的 因为袁凯文熬了很久 或者像当时铁头那样 捧不捧捧了个阿斗 尹兆坚上 不过没办法 就是他们人才丢零 一械不如一械 真的 袁凯文做事OK 就是我的理解 嗯 就是当然 这次黑暴 这次黑暴又露底了 当然是 究竟会不会和黑暴有切割呢 那就不知道了 其实民主党 我自己认为 他们如果要不灭党 他们唯一的方法 就是和黑暴有切割而已 但是他就是怕切割 就会灭党嘛 嗯 但是现实就是倒转 所以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都是找一个最坏的选项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说最坏的选项 一直向最坏的选项来走 是 你其实看到黄碧云的下场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又想会是这样呢 胡志偉 你的党就在你手上了 你来着 是不是重阳 来着就 清兵之后就重阳 清兵过了没有 清兵过了很久了 清兵过了很久了 中秋都没到 是吧 重阳呢 胡志偉 中秋才叫重阳 是吧 不好意思 突然忘记了那些次序 胡涂志偉呢 所以你就应该 趁重阳的时候 去拜一拜华叔 扣回三个响头 看看华叔有没有暴梦跟你说声 嘩 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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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灭党啊 大哥 死去手上的党 就是毁灭了江山 那时候那些什么 李柱明自身难保 整头白发了 我保你不住了 接着有何俊仁呢 就做这些黑暴律师 只收律师费都收到 爽啊 是啊 那头大到 帽都戴不下 是吧 整班都已经是 我不知道 四分不裂了 小时候见到民主党见到大 现在 由一只白色的甲 变了黑甲 还要变了一股臭味 腐烂了制度 腐烂了盆栽的甲 又癫甲 又什么都有 我觉得很唏噓 胡志偉 麻烦你反省一下 不要以为自己 艳然见指挥官 是人生的高峰 那你就 不过算了 胡志偉 都是那个 怎么说呢 知大才疏 打算可以整个民主党 还说自己呢 民主党在他手上不同了 哦 恭喜你 变得越来越坏了 真的不同了 他说错了 他说得对啊 真的 那好吧 祝胡志偉 看他这次怎么样 恭喜他 有这么出色的党员 反的就反了 好 今次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